歡迎收看 姚哥愛嘻笑 又嘻笑了 我跟你講 今天是 雙十連假上班的最後一天 現在晚上大概八點的時間 我就是你知道屁股癢 我就想說放假 又不想帶來台灣 然後我就決定 我剛剛大概下午四五點 打算要去華航後補機位 後補什麼機位呢 我用里程又開始去兌換機票 我後補了北海道的機位 因為最後LAST MINI 其實我發現蠻容易可以補到機位 之外 其實航空公司他們都想要 在最後一刻把飛機座位賣完 讓大家可以上飛機 他們多賺點錢 我就很想要出門 我就覺得這個連假好像有點浪費 所以我就決定 後補機位 但是客服跟我講說 Sorry 徐先生 這個目前沒有位置 後補應該後補不上 我說我就問你一個專業的問題 請問你機位賣完了嗎 他說還沒 我說好 那OK沒問題 我懂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還是想要在LAST MINI 最後去賣這個機位 就跟上次我去大阪一樣 說走就走 今天也是一樣說走就走 只是上次 我是在網路上起飛前三小時換好的 那我一個人去嘛 所以我就方便度很高 那我今天要帶內人出門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還是要先稍微預備一下 不然等一下被幹掉 可是沒想到這次因為連假 我跟你講最可怕是什麼 我查購買現金機票啊 經濟商全部收到 沒有位置喔 完全經濟商是爆滿的 而且是每一家都賣完 你看這個臺灣博人多愛去日本啊 重點來了 假設他告訴我後補不到 我決定我要在起飛前 三小時直接去機場跟他講 我要上飛機 這個時候我們就叫做GO SHOW 什麼是GO SHOW 就是我有這個機位 我有這個機票 但是我不是現在的飛機 我可能是明天的飛機 所以我去如果有位置 我就可以上了 我有位置就可以上喔 所以這個GO SHOW一般人可能比較不知道 那我即將用這個方式去做GO SHOW 就是GO到現場 然後SHOW THE SEAT 看這個有沒有這個位置 所以請期待 我到底這個國慶連假呢 是去北海道吃帝王蟹 還是去北海岸吃 HOLY SHIT 嘿我是曉哥 又來到熟悉的場景 OK 今天的任務呢 我要來機場候補 直接上飛機 然後出發 去日本北海道啦 好 基本上今天是連假的第二天 所以你看到機場人山人海 那我今天是想說來機場候補 看看有沒有台北新千歲北海道的機票 我本來就有11月的時候 就有這張機票了 可是呢 你知道 連假台灣天氣又這麼差 還是出門走走好了 好 那我就選擇來這個機場這邊候補 因為在放假前一天 我打電話進去候補的時候 候補不到位置 那我來機場現場之後 給你們大家一個方向 假如你有機票 你要來現場 這個叫做GO SHOW 這個行為叫做GO SHOW 那你要先去票務櫃台 先開立一張候補單 它就會告訴你候補的編號是第幾號 然後要確認你的條件跟你的狀況 那剛剛看起來我是候補一號跟二號 所以今天我個人認為候補到的機率蠻高的 然後今天台北北海道來回機票商務場 給你們猜多少錢 三二一 總共要七萬一千塊 所以假設我今天真的有候補到這個機票的話 我還必須要去考量我怎麼把人帶回來 我沒有回程機票 所以回程應該也是會用候補的方式來候補的 兩個人的機票來去就十幾萬了 所以用里程賺到最大化 而且提升的旅遊品質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飛機起飛時間是八點半 所以他在起飛前一小時通知我們有沒有候補到這個位置 然後我必須來這個十三號櫃台這邊候補 去哪裡呢 新千歲 又不想給了 不知道 要跟你解釋一下 我們同樣的班機裡面有跟你一樣是GVD 但是他們今天訂到Y 所以他們台區給你郵件 他們已經有訂進去 那你因為是明天的要訂到今天 所以你的台區會比較好 對 那如果今天真的要走的話 也有可能會做Y 如果你今天訂要我的方法 OK 他們是訂到Y然後升艙 對 他們是學力量跟C 他們訂到今天這一班的 那他們是訂到經濟艙 所以有計畫 有空位的話會以他們四位為優先 一次四位 對 他們今天是四位 所以今天賣 有還有剩 今天C就剩兩位而已 剩兩位 所以今天C也應該是沒辦法當 那挖還有機會 對 我就看你 要不要這個C下去做Y 還是要 還是一樣做明天 那就等看他們 如何還是怎樣 對 現在是C一定確定上不去了 對 那我們現在就等後面 看後面說說狀況 好 可以 我們有朋友留你電話 好 好 他前面收 可是後面後端督導打來 說不能收 你好 我剛剛有那個 後端 Sapporo的兩位 然後呢 那個這個情況是 他說我是後端一號二號 可是我有兩個位子 但是沒有後端上 原因是因為有人是歪章後端 但是他們沒有拿後端 他們也可以後端啊 我是後端一號二號 這樣子我要怎麼 這個狀況 那名字吧 那一個名字給我幫你看 HSU HSIEN 應該說我剛已經要確認了 然後他就突然跟我說什麼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今天是全滿的啊 我知道 但原本是有兩個位子的 然後呢 他跟我講說 有人在歪章 那我問 然後後端一號二號 為什麼他們可以在我們前面 後端一號二號 對啊 這邊寫一號二號嘛 等一下你商務艙不是嗎 對啊 商務艙全滿啊 沒有當時是有兩個位子的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系統太好 我們今天 現在是沒有 我意思是說 那為什麼我拿一號到後端 可是卻是別人上 你看一下 那你等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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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的提供 他是這樣講啊 就是前台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前方 我看沒有一個是員工客人 全部都是一般客人 那我不是講員工啊 我是說 我是不是在看到的 那我不曉得他剛剛 你知道哪位 他剛剛 說的 呃 一個先生 那我等我幫你問一下 好不好 收頭一下 謝謝你 給我一下 我等下 謝謝 你先綁 你先綁 不是不是 我是想說 我想了解一下說 沒有位置沒關係 但是 就是因為我們是後補一號二號 可是怎麼會有人在我們前面 有人他們是訂好位置在裡面的 他們是跟你們一樣 是BP00商務艙的機票 但他們有訂好位置 就是 所以他們 原本就在機位裡面是後先的 所以是後補的 所以他們是優先 就是說 他們如果是已經訂經濟的位置的話 就是他們在online就已經確認說 我經濟可以先on的話 是 那他們就不用填後補單 他們不用填後補單 因為他們定位 沒有沒有 因為我了解一下 這樣才不會那個 有訂好後補箱的位置 所以他們優先 喔 對 就是 他們 是因為 因為你們是沒有訂好位置 他們也是 沒有 因為其實這個我們不了解 如果我們了解的話 我們當然也會先這樣訂 你們要先訂 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電話中 跟那個 你們的客服 或者是去現場票物 他們也沒有講這個 這個方式 所以我們完全不會知道 所以那我來的時候 第一 當然先問你們櫃台 他說你先去票物跟他講 對 那我去了 然後他就說你是1號2號 我說那應該 因為我看系統是有位置的 就有兩個位置 然後我說那應該是沒問題 對 然後呢要確認的時候 他跟我說 欸沒有 你等一下 對 然後就說有人先上 我說蛤 對 好 那既然你們規定是這樣 那我們當然是可以接受 只是說 我要了解一下是甚麼情況 如果你以後還有一樣 就是我們BP00訂不到的 舱等不一樣的 你就是先卡一個經濟艙的位置 去定位中心 先幫你訂商務艙的後補 對 然後你訂好之後 來到現場 問我們商務艙今天到底有沒有空位 有 我們就會先讓你升 喔 對 那如果你是完全沒有訂好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先收你 你也好是原本訂好 所以假設像是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我們只要去櫃台 直接跟他講 我要升就好了 對 先訂好經濟艙 就不用再去票務了 但你要先訂好經濟艙 對對對 就是有 我已經有經濟艙的位置的話 沒錯 我就不用再去票務 再排了 不用不用 就是他是機上優先就對了 對 對機上優先 了解 因為這樣知道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 因為這樣才不會做 那兩位今天就要坐經濟艙去 沒有沒有 不去 不去 沒關係 ok 了解完 我們才知道說遊戲規則 因為有時候這種東西 不了解 對 但是那里程證票真的很棒 因為他的位置放得太少了 不會啊你們很大方了 你們算放最多了 算是多 但是 這種廉價時間會比較夠難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是來有又有沒有就沒有 我們心態是這樣 所以就比較不有意見 就是這樣知道了 我們才知道怎麼去組合遊戲規則 就是下次就是先電 對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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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對阿 對阿對阿 好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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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喔 我們今天宣告來這邊 勾秀台北北海道的 schedule 這個企劃 宣告失敗 我們今天就從北海道改成去 北海岸 呵呵呵 好啦其實我們本來已經 就是 後補一號二號本來已經上了 可是我沒講到 我居然遇到一個大魔王 什麼大魔王呢 就是 現場有四位旅客 他們也是用 商務艙換票的方式 可是呢 他們在 在確認票的時候 志願降等到經濟艙 所以他們是卡到四個經濟艙位 然後後補四個商務艙位 也就是說 整個商務艙只剩兩個位置 那 他們的排區就在我們前面了 所以呢 我們又要大魔王 不然其實 他已經叫我們去Chain 已經要給我們登機證了 要幫我們Chain那個行李 好 反正今天的計畫宣告失敗了 那也沒關係 少去一趟呢 就少花點錢 所以 今天的行程就是 一日機場早餐 這個 勾秀其實是可行的 但是啊 一個小撇步交給你們 如果是像我們一樣是換機票的話 那這個機票的部分呢 你不是當天的 當同一班飛機的話 你的後補的順位 這個順位是比 你在機上 已經有機位的人 還要後面的 所以就是說 你要後補商務艙的話 你已經先降等去經濟艙 你就可以 優先後補 好在我們這個 後補的過程中呢 我們發現 在我前面的順位 有一組四個客人的 他們自願降等到經濟艙 接著呢 他們後補商務艙的位置 可是這個最後 商務艙只有兩個位置 他們就升了兩個人上去 最後呢 這個華航櫃台 也很細心的解釋說明給我聽 那 也就造就了 我們今天去不成北海道 直接改去北海岸的這個schedule 今天呢 剛好是PLG的季前熱身賽 然後 來到宇都 宇都基隆 那跟著我們去看今天的PLG季前的熱身賽 雖然呢 PLG在今年 總冠運賽之後 發生了蠻多的風波的 籃球界其實是新風雪雨 但我們把這個主軸 focus在球場上面 Let's go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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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看了一場 很特別的熱身賽 林書堡有上場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這種熱身賽 通常這種球心可能都不會上場 但是應該是為了要讓它有這個 比賽的氛圍跟這個節奏感 所以還是上場了 好險我們有看到林書好 好 然後順帶一提 這個中芯國小這個 基隆施力體管旁邊的充電裝 有非常多個 算起來有123456 好像6個吧 還不錯 對了 按讚訂閱 感謝 掰掰 大家可以試試看 不過 我們 可以 做